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覺得你們的台是比較年輕的 有創意的 新文是一個品牌 你會不斷去變 不斷有新的元素界 New Channel的一群觀眾 都是比較有活力 年輕的一群 香港新聞台是一個 著重啟發觀眾的平台 希望觀眾看完之後可以增值 我年半前就參加未來主播 那個訓練是很全面的 當時我是要學做一個記者採訪 試做主播保天氣 還有機會就是量度和做一個專題 我主年一個月又完全不懂 因為我不是新文系畢業 我真的做到 其實挑戰是覺得很大的 但是成功感是更大 我不是新文系畢業 很多東西都是由零開始去學起 的確是會有吃力的情況 但是當你有心做 你就會慢慢去學好 但也有一些好處 就是你可能會用到 不同的一些角度去看 每一宗新聞 或者有時去想一下 觀眾想要些甚麼資訊 怎樣令他們得到啟發 甚至有時加一些創新的手法 援助去報導一些新聞 好像我初初做的 一年十二集 六千元大作戰 用一個創新的手法 去看看我們平時捐了的錢 或者花了的錢去哪裏 當中是很大的實戰機會 到了後期 我就接觸財經 其實我大學的時候 是讀DBA的 對金融有一定的認識 但是也不夠的 財經很專業 但是當你也有心去做 就靠自己去鑽研 一邊做 一邊學一邊請教 所以總括來說 其實是這裡會有很多的機會 讓你去發展 只要你有好的想法 你是有心去做的 所以我經常都覺得 這一年半來 是我目前人生中 成長得最快的幾個階段 還有學到最多東西的時間 有些人說 女生其實穩穩定定就不錯 其實我自己本身 之前做了兩年 一份很穩定的寫字樓工 也都不是讀新聞系出身的 以前有很多很基本的東西 我都是搞不清楚的 其實從小到大都沒有想過 要做記者 正正其實可能 因為那兩年 困在同一個空間 一個辦公室裏面 就覺得不行了 自己應該要出去 看看這個世界 要去了解一下這個社會的事 你直接的方法就是做記者 走到最前線那裡 自己親意去聽 親身看到他們的情況 就更加覺得幸福不是必然 要珍惜現在身邊的所有東西 包括每日可以報道和採訪的機會 做美女的 美女了 和定了很多 成熟了 你跟她說話 你感覺到她有文有路了 定了 沒有初初那麼小妹妹 聰明了 應該見世面見多了 進來做的時候 編輯跟我說過 做媒體是在社會上有力量 現在我覺得做媒體 是推動我向前的最大力量 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